为何色盲士兵曾被当作稀缺资源 美军二战时期大规模征兆 只因一次特别的行动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色盲士兵 一旦发生战争 色盲士兵的价值可能胜过特种兵的十倍 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那双眼睛 你可能不信 毕竟战场情况下色盲都会被当作一种势力缺陷 不要说真兵了 就算是考驾照都会受到限制 又怎么会被当作稀缺资源 虽然一直以来的确是这样 但是像在二战期间面对世界级的大战 各国都急需降低标准来扩大必源的招收 其中美国也不例外 而相对宽松的真兵条件 自然也让一些色盲士兵更轻松的混入到了美军之中 这一进入不要紧 没想到会在一次的侦察行动中发挥出重大作用 1940年时 一架美国侦察机正在对可能有日军埋伏的阵地进行侦察 当时机上所有观察人员都确认了这一片区埋埋伏了十名左右的日本兵 然而机上的色盲观察员却坚称看到了40个伪装的日本兵 当然事后也证明了这名色盲士兵是对的 由于当时日军的伪装技术已经十分高超 而二战时期的战场侦察手段还主要依靠肉眼观察 所以无法将全部的伪装找出来也十分正常 但是另一方面 这名色盲士兵却能轻松的找出来 反而显得非常不一般 发掘色盲士兵这项特殊能力后 美军更是开始大肆搜寻 征召其他的色盲士兵 将他们都专门安排在侦察机上辅助侦察 另外这种对于隐匿目标的超强观察能力 明显更适合去做狙击手 于是美国又专门对这些色盲士兵进行狙击培训 使之都成为如同开挂一般的王牌狙击手 在此之前事业没想到 色盲竟然不是一种视觉缺失 反而是在战场上成为了一种特殊技能 而事实上这就是因为色盲或色弱的眼睛 虽然对部分颜色很难分清 甚至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感知鲜艳的颜色 但这并不意味着色盲对于色彩感知的强烈程度不大 色盲色弱对一些特定颜色的敏感度明显超乎常人 特别是对于野外黄棕色区间各种物体的分辨度很高 这也就是之前美军利用色盲士兵能够更好地展开 侦察以及培养出狙击手的原因 色盲士兵除了分辨特定颜色有一手 还有哪些不可多得的优势 为何逐渐却又不用了呢 之前人们对色盲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不公平的 不能因为色盲或色弱的人在颜色的观察上 与我们普通人有所不同 就将其认定为一种不正常的病变 事实上色盲或色弱人群除了在一些特定颜色的区分上优秀于常人 同时在对物体形状轮廓 明暗关系以及空间结构上的判断也更加敏感 甚至夜视能力都比一般人强 再加上色盲眼中的颜色的确不如一般人丰富 所以放在战场环境就更容易专注地观察事物形状和轮廓等其他要素 这同样也是色盲能够更多发现敌方伪装的缘故 而根据研究 自然界大多数动物都是色盲 这恰恰证明色盲本应该是适应自然界生存的一种现象 只不过在人类社会中色盲只占到了大约8.5% 属于相对较少的特殊人群 而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事物又是以非色盲人群的视角进行建构的 比如最常见的红绿灯是按照非色盲人群的颜色分辨能力去设置的 自然对色盲人群非常不友好 如果交通信号灯的颜色是根据色盲人群辨识度高的一些颜色去设置的 那么色盲人群就更具有优势 换句话说 假设有一天这个世界上非色盲人群变成了手术群体 那么很可能能够看到更多更鲜艳颜色的人 会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 甚至会被同样被贴上视力异常的标签 所以色盲在一些方面的视力优势本来就存在 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先入为主 色盲视力很差的固有观念 然后才发现色盲人群可以在战场发挥优势 因而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色盲人群的特殊优势 却反而不会再侦招色盲士兵呢 这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 战场上夜视红外等设备 以及其他更加先进的侦察手段 完全可以取代色盲士兵在战场环境的特殊技能 而一般情况下 色盲士兵又会因为在日常训练工作中 和其他人看到的视角有所区别 更容易产生混乱 所以为了军队指挥训练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因此正常情况下 不会侦招色盲士兵